破天荒的挑戰 在室外因為我們有風 所以增加了我們升旗手的困難度 我們同時挑戰了五面的十號國旗 一起升旗 所以呢 因為風力跟氣候等等不確定因素 我們今天的升旗手 其實會受到比較嚴苛一點的考驗 那相信大家就是在前面 也看到我們頭頂上面 這邊漂洋的國旗 其實今天的風 偶爾的風力也不算小 那所以等一下呢 在升旗的時候呢 我們的升旗手會受到比較嚴苛的考驗 那在大家等一下進行升旗典禮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一起看一下 升旗手他們精彩的表現 那今天升旗典禮呢 有特別準備了我們的國旗小貼紙 大家也都很愛國的 我們把它貼在了我們的手臂上面 或者是臉上 那如果還有人拿到這個國旗 小國旗或是我們手上會有的國旗 或是你們國旗貼紙 還沒有貼在你們想貼的地方的話 你們大家也可以把它拿出來貼在你們想要貼的地方 不論是臉上或是你們的手臂上喔 那我們今天的國旗典禮呢 先跟大家預告一下 我們從今天的7點50分開始 那我們就會有我們的 我們相當優秀的我們的警察局 新北市警察局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警察樂隊來進行表演 那我想當然當大家在彩排的時候 也聽到他們很精彩的演出了 那我希望呢一直到後面的民眾 等一下我們再講到我們的 警察局的樂隊表演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不要吝嗇給他們 不要吝嗇給他們掌聲好不好 謝謝各位民眾 那我希望再聽到他們熱血一點的聲音 如果等一下我們的樂隊進行表演的時候 是不是會是我們市長到了勝場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請大家給予比較大的掌聲咧 可不可以 可以 好 大家真的相當的早起的朝氣喔 那希望等一下我們記得50分開始的時候 大家就以這樣子的方式 就先來迎接我們今天的國慶 雙十國慶 我們的中華民國的生日 那我們各位先靜待一下 我們再過幾分鐘 我們就會開始我們今天的典禮 好 大家早安 我們現在 好 今天是2017年10月12號 現在 由我們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警察樂隊表演 表演的曲目是 國家中華民國宋 以及龍的傳人 讓我們以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他們帶來的表演 以及八公市政府上京都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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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06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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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